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你好 我是艾佛森 这节我们来学习健全接口的完善与本地测试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既然已经分装好了签名 生成相关的这个方法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紧接着在我们的这个root的这个接口文件里面 新增一个新的接口 叫做get接口 里面的话呢 地址我们把它叫做gsapi 但这个也是可以自定义的 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的话呢 来一个回调 来一个回调 然后在这个回调里面我们期望就是说当用户 请求我们这个接口的时候 我就为他下发一些 进行 他想要进行gssdk 验证的这些这个数据包 给他去 对吧 就我们看一看在这个public里面 一旦我们在页面里面你想要调用微信 gssdk所赋予你的方法的话呢 首先你要进行这个 config page 那这些pages像呢 我们说呢 在服务端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搞定了 对吧 其实主要就是这三项了 这两项我们都可以写在前端 当然你也可以在后端的统一去下发 也是可以的 我们去按照需求吧 对吧 都可以做啊 比如说这个appid 我们刚才在服务端其实就可以直接下发下来 等gsapi list的话呢 就你需要哪些 那就加哪些吧 对吧 加哪些啊 好 现在我们请求这边已经写好了啊 请求已经写好了 那这对应来一个响应数据 记得把他们都带上 但要注意一下 我们之前在分装方法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在后端已经被我们的数据包里面 下发成小写了 我们在这可能要特殊处理一下 对吧 特殊处理一下 其他名称是一对应的啊 那我们就在这呢 一旦用户请求了 我们就调用分装好的这个方法啊 就是我们在上面呢 引入一下我们的这个 sign方法 从哪里呢 从我们这个 utios下面啊 utios目录下面 把它引入进来 有了这个方法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 直接调用 我们知道 这个方法是会为我们返回一些 数据的吧 对吧 会我们返回一些数据啊 那你去把它这个 分装好啊 或者说下发好 这里面写什么呢 就直接调用 let一个 let一个参数啊 let一个参数 我们在这个参数里面 把前端需要用的东西呢 全部给它携带过去啊 全部给它携带过去 当然你调用的时候 还要给它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所谓的URL过去啊 大家可以去看 我们这边有一个 就调用它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不是期望它传一个URL 因为URL我们说呢 在这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生成的 用户在哪一个URL下面访问 我们并不确定 对吧 所以你可以在这呢 去先定一个URL呢 等于什么东西呢 我们req下面的这个query里面 是不是带了一个URL啊 但这个URL呢 是经过我们当时的前端处理过的 编码过的这样东西啊 所以你要通过这个 dequeue的uricomponent 把它重新解码出来 变成一个URL地址之后 然后再去使用啊 有了URL 我们在这就可以定一个 比如叫做config这样一个信息数据包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刚才引入好的这个三方法 向它里面传入URL 它拿到URL 跟其他信息结合之后 会生成一个对象呢 反馈出来 我们把它获取到我们这个 呃变量里面来 啊 紧接着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 RES.sign的方法呢 去把这个数据包呢 给它下发下去 当然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呢 去打印一下啊 因为我们现在写了这个 比较多的代码之后呢 还没有测试过啊 我们在这可以 测试一下 以确定 我们这个数据在这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在我们部署之前 为了保证我们代码呢 不要出太多问题啊 因为我们线上部署呢 耗费时间比较久 我们可以先在本地 跑起来测试一下 我们之间分装的 尤其是这个get ticket方法 里面的这个token啊 以及呢 我们的这个ticket 到底有没有正常获取到 那我们分别在这个地方 打印一下 我们请求 access token接口的 这样一个结果 拿到它里面的这个data呢 我们来打印出来 观察一下对吧 这是它的结果 从它结果里面 提出来的data 来观察有没有结果 以及呢在这 打印一下我们的ticket的结果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保存之后 通过这个npm run start 在本地启动 然后呢 我们控制台里面 把它放上来一点 大家注意 待会我们在这 会打印出来信息 我们先在浏览器里面呢 去访问一下 我们刚才定义好 这个gsapi这个接口 刷新 首先看到我们这个 返回结果里面 似乎呢 是没有带任何内容的啊 那我们可以再次返回到这个 后端的控制台里面 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 好 那这里面 我们这个token呢 跟ticket呢 似乎是没有获取到啊 那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读一下 这个 出信息啊 其实是因为呢 我们本机的这个IP呢 目前是没有被纳入到 这个白名单里面的 那就是你要想要访问 人家微信的这个 API接口啊 请求这个token 你必须要在我的 这个白名单里面啊 所以说这边呢 我们为了后面 本地测试方便 我们可以将这个IP的话呢 也在我们的这个 微信公众号的 白名单里面 大家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在安全中心里面吗 这有个IP白名单列表 我们点击查看之后啊 进行一个 小小的修改操作 把刚才我们 本地的这个IP地址呢 往里面加入一条 就是我们刚才测试的 这个IP地址啊 加入一条 然后我们再次确认修改 当然还是需要你通过这个 管理员扫描一下 好 扫码成功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本地的这个 IP地址就被加到了 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白名单里面去了 好 然后我们再次返回来 在这呢 重新启动一下 刚才我们 请求这个接口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爆错信息的 对吧 有爆错信息的 那我们现在重新 关停本地服务器 重新执行 这个 来看一看 好 然后我们继续在 前端的这个地方呢 发起一个请求啊 前端目前看来呢 还是没有内容 那我们看看后端里面 有没有携带这个信息呢 好 这次发现我们这个 Token呢 跟这个Ticket 其实都已经获取成功了啊 获取成功了 好 既然我们后端已经拿到了这个 呃 签名 跟这个Ticket的话呢 呃 Token跟Ticket的话呢 那为什么我们前端在这边请求 它没有 获取到任何信息呢 而且是个空对象啊 呃 大家也可以详细去观察 我们刚才在这个里面的 呃 打印的时候呢 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打印出来的啊 打印出来的这个 config信息 本来我们期望它是下发个对象 但它下发的是什么东西呢 好像似乎是一个promise对象 人呃 这个处于这个处理状态 对吧 处理状态 那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assign方法 当时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有一些这个同步操作啊 我们这呢 先要保证这个 ticket获取成功之后 然后后续代码才能执行啊 对吧 所以我们一旦呢 这里面有这个 呃 这种这个同步的这种代码的话呢 在调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还是给它这个呢 前面也加一个 这个方法函数前面呢 也加一个 呃 async 然后呢 在这个sign的调用前面呢 也加个wait 这样就可以保证 呃 完全保证 我们调用sign的时候呢 只有拿到了结果 我们才会进入到下面啊 不然的话呢 可能我们结果还没拿到 结果呢 我们已经把它扔出去了 对吧 扔出去了啊 好 现在我们重新去 启动本地服务啊 重新启动本地服务 然后再执行一个 呃 npm run start 然后我们继续在 浏览器里面呢 发起一个请求 怎么还是没有呢 我们刚才没有保存到啊 没有保存到 重新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呢 重新启动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 刷新 那看到 至少我们本地接口 其实就已经拿到了 我们想要的这些东西了 那这个URL 参与了我们的签名算法的话 我们还要保证它正确啊 那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这里面这个URL 会是undefined呢 是因为我们直接访问了这个接口啊 直接访问了这个接口 那我们应该如何测试它呢 如何测试它呢 大家看到我们当时这个 获取这个URL的方法是写在哪里的呀 我们是写在 写在这个public里面的index里面的啊 就只有你在这里面发起请求 我们这儿是不是才会带这个URL啊 对吧 那我们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 呃 请求拿到这个页面 然后让这个页面呢 帮我们去请求这些数据 来看一看啊 来看一看 所以说我们可以重新直接拿到这个啊 我们直接访问谁呢 我们直接访问谁呢 我们可以暂时先将这个页面里面的请求呢 先改写为啊 我们本地的这个地址啊 我们现在本地测试好 待会再部署啊 那么最终呢 还是要把它改回到线上去 对吧 我们把这改成一个 呃 localhost 我们本地是不是3000端口啊 3000端口下面有一个GSAPI 对吧 GSAPI 并且为了保证我们后段能够正确拿到这个URL地址啊 我们可以将它提取一下 对吧 提取一下 我们在前面呢 呃 这个定义一个我们的这个URL啊 就等于 它 然后我们将这个地址呢 我们拼接到啊 这个get请求的这个后面去啊 那边拼接一下 在这呢 我们去拼接一个URL参数 等于是呢 等于上面我们定义好的这个URL 呃 这样的话呢 呃 可以保证我们后端可以正确拿到它啊 拿到它 然后我们再来去保存啊 重新启动 来进行一个测试 好 启动之后呢 这次我们只需要请求拿到这个页面啊 在这页面里面 由我们的AXS呢 呃 主动去请求我们这个接口啊 这个GSAPI的接口 好 然后呢 那这边刷新一下 哎 已经请求了我们这个GSAPI了 对吧 点开来看一看 我们这次的话呢 在这个返回的数据包里面 是不是就拿到了这个URL 那既然这个URL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个后端这些这个签名算法呢 理论上来说呢 也是不存在问题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